大X真的愛自己的孩子嗎? 網友不清楚 但他的購物赤 吸了我答案 意氣記得大X以前曬出一張小月兒 非常淑女的坐在小板燈上 一手玩泡泡 一手虎嘴笑 哪個時候的幸福是具象化的 哪個時候小月兒一看就是掌上明珠 而現在看的小月兒卻是含空陀背 有點不自信的樣子 要知道大X以前可是美容大王 他對自己的皮膚 儀態甚至是頭髮絲 都有著高要求的 那他為什麼會讓自己的女兒 在青春期的時候不穿小背心含空陀背呢? 他到底愛不愛自己的孩子? 看了網友們的分享 我懂了 他現在已經是高無可告 孩子是他最後的底牌 孩子走了 他就真的一無所有了 再加上汪小飛再婚 很可能還會有新的孩子 如果他沒有再婚 或許這個事情還有轉機 可惜沒有遇過 現實中很多普通人 離婚後也是自己帶孩子 也不讓前夫見孩子 但人家孩子撫養費都不要 全部自己負責 長大X既不讓見孩子 環繞花前膚淺的人養厭任的 也真是少見了 關鍵是他還看不起人家 陰陽給錢他的婆婆是賣酸辣粉的 明明是父以待 結果卻好像活成了留守兒童 記得月兒小時候可愛又溫柔 希望他快點成年 好好長大 對比黃思玲 都是父母離婚 愛與不愛就很明顯 只要親媽在 沒人敢說自己的小孩不好 但小X當著大X面說月兒沒禮貌 小X在他者那頌的狠 對他孩子的態度 肯定也是看他者的態度 拋開孩子們的穿著 他讓和孩子沒見過面的光頭 第一次見面就住進家女就知道了 青春期的未成年女孩 是狠排斥不相熟的成年男性的 會感到恐懼和惡心 小孩子的在外面表現出來的姿態和家庭教育 父母給予他的愛和環境有很大關係的 小月兒感覺和小X的孩子在一起 就真的狠不一樣 先不說小X的孩子教育怎麼樣 但是能看出來 自信和不信的對比 他的購物清單類 幾百萬的東西 傻多沒給孩子買 只給自己和光頭買了 莫說自己是當媽的 他以前還給小X的女兒買東西 送禮物 現在再看看他自己的女兒 穿的還不如普通家庭的小孩 其實看黃子狗 南正龍和他們分手後的慘狀 你就懂了 他不但人切和錢都要 還必須狠狠踩汪一腳 讓汪在輿論上永世不得翻身 本來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但是 沒想到的是 戰爛的力玩狂爛和汪的乖打正雀 讓他們切底翻車了 看看人家那些離婚的媽媽 黃飛 李湘 李小路 還有babyX怎麼愛自己孩子的 不要看他說了什麼 要看他做了什麼 大X和小X都是狠自卑的 只不過小X更明顯一點 他表面上看狠自信 其實還是自卑缺愛的 缺愛的人內心就像有個永遠也填不滿的洞 除非是遇到了靈魂伴侶 才能徹底治癒他 目前來看他並沒有遇到這樣的人 在大X沒有生孩子之前 他就不止一次的在節目中表示他很喜歡小孩 最起碼會立的是一個愛孩子的人節 大X曾經參加綜藝節目的時候 小月兒的一條語音 就讓他崩潰大汗 因為太想念小月兒了 可如今再來看看 感覺和之前已經判約兩人了 不管怎麼樣 父母再怎麼鬧 孩子是無辜的 爸爸媽媽在孩子心中 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份量 希望小月兒 小林兒健康快樂的成長